晚上十二點加油站塞滿車 駕駛人排隊搶著加油 因為正在墨西根灣海面上的颶風 艾達來襲 導致專油平台紛紛暫停生產 艾達持續朝西北前進 不斷逼近路易斯安那州 預計最快周日下午 將以四級威力登陸 不少居民聯想到 十六年前五級颶風卡翠納 當年卡翠納襲擊路易斯安那州 到阿拉巴馬州 造成超過一千八百人罹難 就怕卡翠納的災情再度上演 現在路易斯安那州 一百五十萬人已經緊急疏散 氣象單位預估 艾達恐將掀起大浪 密西西比河水位 將暴漲到超過四公尺 而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 阿拉巴馬州等地 也可能降下超過五百毫米雨量 特別是路易斯安那州 還受到疫情肆虐 不少醫院人滿為患 根本無法移動病患 讓當地危機重重 TVBS新聞 縱口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請下載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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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載TVBS